男女朋友說這些吵架 通常到最後就是你喜歡 用這些修眉 是… 但他可以把事情按住 再用另一個方式跟你說 我怎麼都會支持你 很關心你 他說他完全疼你疼得不得了 也很尊重你, 給你一個空間 我的意見給了你, 你接不接受你的事 總之你做了, 我也支持你 你以前是一個很EQ, 很好的人 他也說…很厲害 他覺得他也要學習 我朋友說, 聽完我覺得這個男人 我真的要學習他的EQ,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是 結婚的下一步, 自然是生兒育女 但原來, 蒙家衛對生小孩 感到極大壓力 你有沒有想著什麼時候做媽媽? 我想這個暫時不會考慮 但要繼續下去就變成高齡了 現在也是高齡了, 不用怕 不用太介意這件事, 是嗎? 不, 我覺得沒問題 因為我經常覺得這些隨緣 但你問我真的要一個小孩的時候 我最擔心的是我要安排他受教育 我覺得很煩 因為我看到我的朋友 例如剛出生, 已經開始找一些 兼職員 是 然後又要找幼稚園 又說要排隊, 又要見幾間 我自己也沒有這種觀念的時候 我會錯過了 但是媽媽每個都是這樣 最重要是你願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就是我怕自己做得不夠好 我會擔心養人 而且我本身有養小動物 我又覺得我照顧小動物… 小動物跟人怎麼相同? 也不是的, 都給你很多歡樂 你真要用心照顧, 要陪牠玩 但牠沒有跟你聊天, 例如牠長大後 例如傳中接待 但我想其中有壓力 因為我跟伊健在其他溝通上都很好 唯一, 例如現在用貓去舉例 牠會跟貓去玩, 跟貓去陪牠 又會跟牠玩, 但我會有時候比較嚴厲 我想教小孩子都會這樣 意思是你對貓也比牠嚴厲? 不, 例如我對貓是不讓牠上桌 牠上桌後, 我會叫牠下來罵 然後拍桌子讓牠知道不應該上桌 但這件就會… 任由牠吧 不…都會說… 只是叉妖母, 你幹嘛這麼頑皮? 上桌?這樣就是了 牠最多會這樣 我會明白, 如果將來有時候 我會想有小朋友的時候 我想我們的教育方式都會很不同 有不同的什麼? 一來就很不同 你要重新跟牠學習 如何跟小朋友相處 對, 另一件事 我會覺得我是一個很嚴格的媽媽 真的不好玩 這件呢?這件是否想法和你一樣 他也是, 他經常說 老了沒人照顧 所以我們現在研究 多穩定一些科技的東西 明天老了, 怎樣把床按鈕 或者聲控就懂得扶你下床 經常彈起來 又或者怎樣穩定一些 明天老了 我們未必可以自己駕車出去 可能是聲控的 像是機械人 對, 所以因為這樣 要多做運動 讓自己沒那麼容易勞 亦會吸收一點 所以經常因為這樣 我們倆經常去很多戶外活動 或者做運動, 多做一點鍛鍊 經常說自己老了 沒有人照顧 所以好好保持自己 未來呢?未來會怎樣? 現在你的工作 簽了新電視台還是未? 我正在學習的意見 我交給經理人處理, 我不問 但他跟我說要好好保持身體 因為一拍劇 他知道有時時間會瘋狂 會時間比較長 所以他說趁放假的時候 應該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還有做運動 所以我很努力繼續健身 去玩, 又好調理身體 讓自己會到時吸收一點 真的好, 愛工 Yoyo, 我們下次再聊天吧 好, 隨時可以 我不叫你一會兒去看 因為你說你不習慣 你說Yoyo可以的 Yoyo… 前輩